其實中國自己內部問題非常的多 包括據說馬上他們這個冷風 就要來到什麼程度 斷崖式的降溫 聽說一夜之間變冬天 不過限電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更誇張的是 更丟人的事 問一下這個敏寬 全世界都在詬病中國的共同富裕 結果習近平竟然在聯合國大會上演講的時候 大推中國的共同富裕 這兩天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日子 因為中國大陸的冷高壓 已經開始下來了 那他們的氣候的冷凍線 最近已經開始節節進逼 目前包括了華北 東北跟黃淮地區 都是一夜入冬 那個天氣再下降很快 一天都下降十度到十二度 快速的往下走 但今年又遇到了一個 非常不好的一個狀況 這個叫做所謂的三期病會 很多人會說三期病會 哪三期呢 第一個 溫度低緣期 第二個 用電高峰期 第三個 水庫枯緣期 那水庫枯緣期很多人會說 那水庫枯緣期跟目前用電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水庫水不夠了 那變成怎麼樣呢 不能水利發電 那所以現在中國他們的中央政府 他們就說了目前要加強發電聯網 為什麼呢 因為例如說像東北 這一波的最大的災區就是在東北 東北他們現在就是電不夠 很明顯的 我的電跟我的煤 沒有辦法攻擊這邊的人 那其他的人呢 三溪 陝西 內蒙 你就要負責來做資源 但資源撐得住嗎 所以從今天晚上開始 供電的一個考驗再起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開始進零夏 今天開始就進零夏了 對 東北 包括東北 包括陝西 包括新疆等等 很多地方就開始進零夏 那各位 冬天總是要吃得飽 冬天總是要穿個暖 家裡面的取暖 到底後面要怎麼走 這個後面再來看 那這波中國限電 已經很多大老闆都說話了 例如說國內的友達董事長 彭雙浪他已經說了 中國的一個限電 會讓過去無限量供應的 很多的這些所謂的電子產品 特別是面板 可能沒有辦法如期來做供應 那很多廠商 現在都整個頭非常痛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的供電 你如果說你供電來 有次序的停電 那我們就能夠做 有次序的排班 所以現在很多的工廠 他乾脆不做 那不做又造成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困擾 冬天現在已經很不好了 對不對 現在很多人就發現 在中國大陸廣東 在整個所謂的華北一帶 那些所謂的臨時工非常多 那為什麼臨時工很多呢 因為他們都要找工作 但是過年還沒到 大家希望日子還是能夠往前走 但很多廠商苦不堪言 為什麼呢 這一波很多的南韓企業 真的是有苦難言 又請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第一個 因為現在白天電不夠嘛 那白天電不夠呢 政府就希望說 你優先讓民生先用 那民生先用你 所以你是工業用電對不對 除非你是特殊產業 除非你是特殊產業 等一下再說 特殊產業也是嗨嗨叫 那白天電給民生用 晚上工廠再來開工 那那邊說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你只能夠摸黑來開工 摸黑上班 對晚上白天電給民生用嘛 晚上工廠才開工 然後中國大陸他們有說 一些特殊行業不能夠停電 例如說什麼呢 晶圓代工 所以台積電這一波 他們沒有在整個停電的一個範圍 所以台積電他能供貨 好笑了 怎麼說呢 台積電他在南京廠貨供出來 對不對 我今天晶圓片做好了 我後裝要封裝測試 台積電沒停工 但封裝測試停工 那不是白稿嗎 各位那不是白稿嗎 所以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他們的官上下之間有沒有聯繫 沒有聯繫 官大學問大 長官大 他說的話就算 所以就變怎麼樣 下面的人在等晶片 中間的晶圓代工廠直接挨 他們說我們有電 然後台積電說我們有電 那上面晶片做好了 晶圓風車不能做 下游廠商沒有辦法動 所以很多的終端產品 一樣出不去 就算我們剛跟各位說的 為什麼現在整個中國大陸 很多人都在做臨時工一樣 沒頭路 有人可以當誰要當鬼啊 拜託你也幫幫忙 所以根本問題怎麼解決呢 要怎麼火 現在這個大問題 但現在呢 就是節節高漲 什麼叫節節高漲呢 我們來看 這是現在最夯的 磷酸離鐵電池當中的原料 這叫電池級的 漲到不受控 一年喔 一年今天的報價是七十九萬五千元台幣 一噸一千公斤 一噸就一千公斤 今年漲百分之三百六十 那等於漲了三倍多呀 快四倍了耶 所以我再說一次 鋼鐵要嘛就翻一倍 然後瓦斯也漲 什麼都在漲 萬物都在漲 今年就是通通年啊 但是呢 這個時候最糟糕了 怎麼說呢 你人生當中最貴的一個投資 最貴的一項最重要的 你會在裡面住的叫什麼 房子啊 房子這個時候居然跌價 房子反而跌價 什麼都早了 因為中國很多的房子 過去二十幾年來都在漲 可是現在房屋很多啊 怎麼辦呢 結果最近我看到這篇文章 我報導 我還特別去抓喔 真的是全球最狂耶 你知道什麼嗎 既然長官可以去這裡一個價 這個價叫做中古屋指導價 什麼叫中古屋指導價呢 我地方政府 我一大堆房子地層上賣不掉嘛 對 長官跟你說 我給你一個中古屋的指導價 五折 五折 好不好 我跟你說好不好 好啊 哭啊 買的人好啊 我問各位齁 你建房子五百萬 你已經繳掉一百萬了 還剩四百萬的貸款 後面有一個人 要把我放進來 我跟你說這間房子 我要兩百五十萬 你哭不哭 所以現在東莞啊 全中國大陸有十個都市左右 都在毀約退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叫中古屋指導價 那變成怎麼樣呢 你現在去買 當然很開心嘛 對不對 可重點是未來會不會漲會跌 這不知道 但之前買的呢 全變冤大頭 真的 全變冤大頭啊 這個問題 現在地產這個問題 後面該怎麼解決 沒有人知道 美國籍 歐洲籍 全世界都要籍 連中國人自己都籍 中國人現在是買房子的 怕價跌 房子買到的 怕他沒完工 一切一切的問題 根本真決 解決不出來 最厲害的習近平來了 習近平最近在聯合國的整個 線上會議當中 他不知道哪來的底氣 我都不知道他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他說請各國一起發展 習近平在支持當中 他去推廣共同富裕 你們缺錢是不是 沒關係啊 你們就共同富裕就好啦 我認為拜登看到他這麼做 會哭出來你知道嗎 大家都傻眼了吧 共同富裕都把中國搞垮了 拜登最近為了要漲稅 拜登為了三點五兆的基礎建設 最近民調低到不得了 在歐美國家為了要加稅 你要過所謂的立法程序 會有所謂的政府的一個退抗 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 共同富裕 每個有錢人通通都交錢 這當中有什麼毛利 我們不知道 但是習近平為什麼 哪來的底氣跟勇氣 他到底有沒有讀書啊 他在聯合國會議居然說 共同富裕就會有錢了 所以我們真的是對他來說 真的是看都沒有了 只能說習近平真的是狂 真的沒有 但是又沒有為心 這個共同富裕把中國搞垮 現在要全世界跟他一起狂 真的太荒謬了